中兴医院、马街医院、台大等四家医院做急诊 那么这里面包含最新的一位是刚刚我们有一位年代电视台的一个我们的摄影记者同仁 那么在广场被群众所殴打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代表台北市政府正式的来回应 我们要呼吁广场的民众请保持高度的理性 尤其媒体记者是帮我们来做一个公正的客观的报道 千万不要把任何的怨气发泄在媒体记者的身上 我们希望媒体记者在广场的一个报道都能够受到政府机关以及民众的充分的一个尊重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和平理性的一个结束 所以一共有33位的民众加园警在这段时间被送到这个四家医院 那现在那个大夫目前掌握多少人 包括他记者 有 有